南台湾的莫力 南台湾的热情 南台湾的魔力 不可抗拒 因为有我有你 要向全世界看起 在FM94.3 创造奇迹 高雄广播电台 高雄市天文教育馆 以天文教学为主 推广为辅 透过多媒体的展示厅 天文观测台 及各种设备及模型等等 引领参观的民众 进入天文科学的殿堂 利用观赏观察 及实地操作演练 一窥宇宙奥秘 高雄943 带您造访高雄不思议 我喜欢跳街舞 在文化中心你都会看到我 我喜欢搭手游 我参加过许多电竞比赛 我喜欢手作文创的东西 我的作品常常出现在博二 我喜欢玩乐团 你都可以在高雄街头看到我 开了一家早午餐店 未来想要开连锁 我对创作方面很有兴趣 我拿过皮子堡金牌 青春是探索的起点 青春是梦想的光艳 青春是活力的展现 青春就是要 放一点 我是李玉萍 邀请你一起探索 青春素人的大梦想 FM94.3 AM1089 高雄广播电台 青春放一点 我是李玉萍 又到了礼拜六的下午时光 我们一起要在空中 来聊一聊年轻人所追求的梦想 上个礼拜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提到了Z世代的三观 包括了价值观 世界观跟人生观 如果我们真的认真仔细的了解一下 你会发现哦 这个世代的想法啦 生活态度跟对未来的想象 还有表达的方式 跟我们过去所谓的W世代 Y世代跟X世代呢 甚至更早更早的世代 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 而在网络科技时代出生的 这一群Z世代呢 不仅只是含着网络出生的 更是一路吃着网络长大的 网络科技呢 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基因 跟血液的一部分了 所以啊 整个思考跟处理问题的方式 也都相当的数位化 不过这种科技的技术 是可以轻易被取代的 但是身为人的这种 人文思维跟精神 那就不一定了哦 因为呢不论是科技 或是商业的本质 还是要服务人群啊 人才是整个最重要的 核心课题 在我们科技发展 快速的这一个时代呢 人文这样的核心价值 反而会因为这样 而被重视 被强调啊 所以学人文学科的 青年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自菲薄 你们在这样的一个 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呢 其实是更有价值性的 因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要一起来跟一位历史系毕业 而他却进入世界五百强 科技业担任主管的朋友 来聊一聊这整个的过程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人呢其实都很容易羡慕别人有的 也就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抱怨跟不满 不过如果能够静下来看看自己有的 然后把这个部分发挥到淋漓尽致 相信也能够跟你羡慕别人一样 创造出满满的快乐跟幸福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 他小的时候的家庭的环境 并不是那么样的优渥 应该可以说是比大多数的人 还要再辛苦一点啊 那大学念的呢 也是就业冷门的历史系 但是他靠着自己所拥有的 他翻转了他自己的人生 那这样的一个历程呢 其实充满了相当相当多的一个启示啊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就邀请他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跟收音机旁的金融朋友聊一聊自己的故事 我们欢迎啊 这个职业实验室的负责人 何泽文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泽文 嗯我想呢 认识泽文呢 其实我也是透过杂志上的一个报导 知道我们泽文整个的成长跟发展的故事 看完之后呢 我第一个感觉是 我发现这个泽文的性格特质真的很老派 这个所谓的老派呢 就是那种过去到现在 一直我们在讲的那些坚毅跟不放弃 但是呢 泽文的这个方法跟技术 确实很现代的 利用这个网络科技啦 他不仅改变了自己 也影响了很多人 那这种老派跟现代完美的 这种运用跟融合 我想应该 这个让两种极端 就是非常强调传统 或是非常极端重视心意的 创意的这种人 来听一听 所以我首先我就想先问一下泽文 就是说这个人呢 其实都很容易因为环境的因素来影响自己的决定 那我看了你的故事 我相信你在过去的家里面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 所以似乎应该在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过程里头 不太会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存在 或者是出现 想要出国啦 或者是继续升学这样的念头 那但是呢 你当年为什么会在家庭经济 还不太允许的情况底下 借钱或者是打工辛苦 你都要执意的要出去走一走 要去看一看 我自己的背景就像刚刚分享到的 我自己是低收入户出生 然后我父母没有因为一些缘故没有带我 所以我是给两位姑姑带大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原本是住在三重的日据时代就有的老房子 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经济情况一直都不好 所以说当时的那个情况就对外面很向往 因为我的姑姑希望我有更好的环境 所以刚好我们有个亲戚他住在大安区 我们就一起寄住在这一个大安区的家里 所以小时候因为在大安区长大 就是看到很多同学可能寒暑假回来都说去了什么国家 去了哪里玩 然后自己就是我们家是连机车都没有的 然后我连脚踏车都没有 所以世界很小 我以前的世界大概只有大安区附近 就很想知道外面长什么样子 因为连台北都没有出去过 所以从小就很喜欢看国家地理杂志 因为没有机会出去看 甚至也没有那种什么家庭旅行 因为刚刚说我们家连机车都没有 更不用说车啊 那平常周末的时候都是在附近自己玩耍 所以对外面的世界就一直都很好奇这样 所以从小就有个想法 想想看世界长什么样子 想要看这个大千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也成为一个种子啊 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会有机会到海外去工作 我后来的经历是到 曾经到华硕越南实习 后来进入红海 派过越南中国也去过印度出差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 累积了很多不同的世界的观点跟国际的视野 对 那当时那个第一次出国好像是要到中国大陆去吗 第一次出国我是去东南亚 那东南亚 但是你借钱出去是到大陆去了一个交流吗 哦那个哦对对对哦对 呃那个是大学的时候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刚好 呃中国大陆那边有一个 那个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活动 然后我在学校的网站上看到 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哦 就是他当时就说呃落地招待 所以什么费用都不用 你只要付计票钱 计票钱大概一万出头吧 那我就觉得哦这么好康哦 你是就是玩两周都住五星级饭店 而且我又没有出过出过国嘛 然后就想说这个机会难得 我连飞机都没有坐过 所以想说就我就跟家里说 这个只要付机票钱一万多 他就家里就跟我说一万多 我们哪来的一万多 就根本没有钱 怎么会一万多 那我就想说这个百年难得的机会 因为他这个真的是全招待的 然后是对岸的学校办的 然后呢我就去借钱 我就到处去借钱 因为那个一万 那个机票钱大概一万一一样二吧 你这样每个人借个大学生 每个人借个五百块 你人多一点大概二十几个三十几个 或者是跟一些 对对对 然后去打个工就有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借钱就去了 然后去了就大开眼界 因为那一年刚好也是中国大陆 那当局要做一个吸引台湾年轻人嘛 所以那年我们 哇那个真的视野开了 每一个都做 他是那个 都做五星级的饭店 然后去你到去每个省 都会那个省委书记省长出来 然后我们还在人民大会堂 那个时候还看到胡锦涛 人民大会堂还有成龙跟周杰伦唱歌给我们听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 我觉得我这个人一直都不会被限制住 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 因为我在中部读书啊 虽然我是台北人去中部读书 那个在台中的大众运输就没有很方便 你没有机车等于就是没有脚 那大学生都要去冲啊去玩啊 如果你没有机车 男生也不想载你嘛 都要载女生车 干嘛载个同学这样 所以我大概大到大三 我就跟家里说 我想要买机车 然后二手机车也大概两三万 那种很老旧的 家里说没有钱 而且我们家本来就没有机车 十几年都没有机车 也不得好 你干嘛要买机车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不服输 我就说好家里穷那是家里穷 可是我不穷 我想办法生出来 所以我就也是试着你去打工啊 然后申请奖学金啊 然后分期 那个时候那个两万的机车 我大概分了二十四期吧 所以就是每个月 几千块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框架 就是我觉得我家里穷是一回事 那是我这个人不穷啊 我这个人不穷 我不应该被他限制住 所以我天生也比较反骨一点 所以从刚刚泽文这样的一个分享 可以看得出来 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常常也听人家讲 人穷至不穷 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可能没有办法去支撑你做很多 比如说你眼睛看到别的同学啦 或是别的朋友 他们能够享受 或者是能够去感受 去经验的这些经历 但是呢 也因为你自己完全不放弃 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会想尽各种办法 去达成 或者是去实现自己 想要去体验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所以真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曾经也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 叫做 好像在温室里面的花朵 这个就是开得比较慢 那如果你不给他散的话 下雨的话 小艾比斯就会跑得更快 所以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 我们真的就可以 从一开始就了解到 这个泽文的整个的人格特质 我想也因为他这样的一个 家庭成长的一个背景的关系 让他有一点跟大家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想呢 刚刚泽文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除了大学的时候 到中国大陆去了这一趟 让你开了眼界 然后你看到了什么 那这些影响到你什么 譬如说你会看到 除了你小的时候 成长的这个环境里面 周围的同学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跟他们的一些态度 跟你在大陆上看到的 这些年轻人的态度 有没有什么不同 那这些有没有给你一些 什么样的震撼 其实当时我们去中国大陆 主要是参访 所以跟当地的年轻人接触的 也比较像是带我们玩 对对对 那其实我后来跟大陆年轻人 接触比较多 是因为我后来在鸿海 然后也负责过 中国大陆地区的校园招募 那你说真的两岸的年轻人 有什么差别的话 我反而不会觉得 前几年有个狼性 很多人说大陆年轻人 比较积极进取 那最近又有一个佛系 躺平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两地的年轻人 各自有各自的好 跟各自的一些优势 这个很难放在一个天平 因为第一政治的制度就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像在中国大陆的校园招募 它是学校是会管理的就业的 学校是会 我们会有公司学生 跟学校切上方的合同 所以就业这件事情 学校的介入是比较深的 那台湾当然 台湾比较放任一点 因为同学可能 男生还要去当兵等等的 那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学校 就业率 大学来说 就业率也是他们在乎的一个点 其实也是成效 绩效的一个点 那这就会形成 跟台湾很不一样的生态 就举个例子 很多的中专 中专就很像我们的技职学校 他可能毕业之后 整包捆一捆 送到一些大企业的那种 想去做操作员 这种都有可能 所以我要提这个概念就是 两岸很多生态 跟结构 跟制度不一样 他会造就出很多 不一样的平足性 或者是年轻人的性格 那我觉得各自有他的优势 跟各自有他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 那我想你刚刚一开始也提到了你 因为你是学历史的 那学历史让你到外派 因为你在红海越南场 那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对东南亚的历史 是不是也因为你学历史的关系 你对它有特别的探究 然后就接下来影响到 你写了很多的文章 做很多的这个部分 都是跟这个部分有关 然后才能够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你 你觉得呢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读历史系 可以进科技的外派 那我一直跟很多年轻人讲 就念什么科系 其实只代表你的必修课 比较怎么样 那你只要想办法 把你的优势给放大 我一开始去东南亚的时候 是去华硕越南实习 那我在面试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问我 就说你是历史系毕业的 我说是 然后就问我说 我们有很多台大政大商科的同学 来申请我们这个计划 申请我们这个职卷 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我要用你吗 因为你的学经历背景 其实不大符合啊 那我就跟他 问这个面试官一个问题 我就问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会打输越战吗 他听到我这样问就 就好奇了 就就就就有一点 不知道怎么回应 我就说你不知道 所以你需要我因为我就告诉他说 美国打输越战的原因在于 美国人不了解越南当地的文化 他们不知道当地人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因为战争这种东西不是船间炮利 你就用比较先进的武器打一打就会赢 需要的是你对你的敌人的了解 对当地人文历史的了解 那我告诉他商业也是这样子的 商业也是一样 商业跟战争一样 那我告诉他当时我大概二十五六岁吧 我告诉他我的优势就是我懂越南当地的人文 我知道北中南越需要不同的经销商 文化不一样 然后因为我实际带团去考察过了 我在还在念书的时候就组个团去越南考察过 所以我告诉他 其实我念历史系不是我的劣势 虽然对他来说好像科系普普 但是其实是个优势 因为我比其他商科的同学更有人文的思维 更可以去探究那个为什么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那他听完以后觉得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论述还蛮有意思 我后来就得到这个缺 那我觉得背景的 以我自己的历史背景 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是中兴大学历史起毕业的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系上比较强调田野调查 然后口述历史 所以是进到那种 我们比较不是那种在学术里面 在专研这种 对里面是到乡村去 到偏乡去访问老人 因为我们相信历史活在人大家的记忆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影响我很深 比如说我在东南亚的时候 我就会去访问当地的人 我自己在做研究 我不会去看数据 看一些经济的报表而已 我就会直接问当地的人 直接看说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们的各种的这种比较庶民阶级 他们怎么看待事情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是我跟其他人比比较大的一个游戏 让我的文章跟其他人比 很多人说会多着很多的人味 人味这样子 那我想呢 这个小的时候 你的比较困难的一个生活环境 跟你后来你到越南去了 外派了 然后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之后 对这个理财的这个观念 有没有对你有一些产生影响 我个人觉得理财这件事情 其实从小就要学习 我们台湾人其实我觉得在金钱的教育是蛮不对的 很多人都说对不想要借钱不想要欠人家债 但是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要看你把钱拿来干嘛 如果年轻人借钱拿去的是买iphone 然后买一些奢侈品 那这个真的是不妥当的行为啦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借钱是拿去投资自己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因为现在也是个高通通的时代嘛 你现在如果借钱拿去投资 那其实是有办法获利 那投资有很多种不一定要在金融股市 你可以投资在自己身上 怎么样投资在自己身上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我也遇过很多年轻人来找我咨询 他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他的科系不符合 我之前就遇过一个顶尖大学的人文科系对景的 他非常好的学经历 可是他因为科系不对 他找不到工作 他就问我说他该怎么办 他很痛苦 那其实很简单嘛 我们如果会的话 我们就去上 就是努力试试看 如果不会就学 什么东西都是学来的 我举个例子 就是每个人 虽然我们的母语可能是国语啊台语啊 但是也不是一出生都会的 也是学来的 所以缺什么就补什么 我就跟很多年轻人去鼓励 我们在个人的初期的时候 我会很建议年轻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不是叫你去吃美食 买衣服啊 让自己开心 或者是旅游 而是学一个技能 学一个一技之长 像我当时就去经济部国际班 去学经贸 去学英语 那我后来进了红台 也去学了很多各种的技能 因为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加值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 现在时机不好 后疫情时代 那其实每个阶段 每一个时期都有它不好的情况 比如说08年的时候有金融海啸 2014年的时候可能欧债危机等等 那一样的这样的情况 它只是大环境的情况 就很像考卷 老师可能像我们国高中断考 可能出了很难的考题 可能大家平均很低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他可以成为那个top one 百分之一的人 那就在乎你自己 有没有那个专业的能力 然后你拿什么地方赢别人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 现在低薪或者是生活怎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 它或许是个平均数 可是我们不要去在乎那个平均数 他想我怎么样成为 这一群里面比较拔尖的 那个领先的集团 那我觉得我自己给的建议就是 去投资自己去学东西 因为当你有一个不可替代性的时候 你的身价自然会提高 我自己就有一个历史系的同学 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他连保全都找不到 因为他比较其貌不一样 他看起来二十几岁 看起来像四五十岁 所以他连保全都找不到工作 那个时候他就来跟我说 怎么办他很痛苦 他真是想要去自杀 我跟他说不要 反正我们来厘清 为什么你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 他以前念书的时候 也没有学特别的东西 那这就是问题 我就说那你去学个东西 所以他后来去资测会 他花了二十万去资测会 学了怎么做APP 结果他后来真的 那个结业初 他找了一个工作 然后薪水四万开始 后来习路长 他现在也是资深工程师了 所以要跟很多年轻朋友分享 就是不要给自己限制 科系不会是你的限制 只有你会是你自己的限制 想要往哪边走 你就去学习 那投资自己是很重要的 另外钱这件事情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 叫富力的概念 富力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今天我们把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投资在自己身上 他未来可以产出更多的价值 超越他骗在这个本钱 而且越滚越大 像滚雪球一样 那一样的概念 我们有的时候 在花费的时候 你就要想 今天买了这个iPhone 12 过两年之后 他的本身会折旧 然后他的价值会降低 可是呢 你的钱就没了 你如果用省一点 你今天买一个普通的手机 另外的三万块 你放在股市 大家都知道 台股从去年的到现在 快上到一万八了 那你是增长的 而且对 如果你是二十年的话 二十年这样一直涨上去 你原本的这个 省下来的这一两万块 或许二十年后 他会变成十万块 所以说你现在花的钱 不是现在看到的钱 而是二十年后的 可能几倍的钱 我想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把眼光放远一点的 一个概念 但重点就是 很多的人 现在都是比较 及时享乐性的 能够看到比较远的 这样的一个点 是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的话 其实你就成功了 那刚刚 泽文也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要投资自己 那我想 我相信从泽文的 这个身上 能够投资自己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他来说 做这个决定 他觉得很必要 可是 怎样去说服家人 如果说家人 是比较保守的 通常大家都会说 你的女孩子 你就这样就好了 你就到外面 随便找个工作就可以了 不用了 或者是有些人说 我要暂停 我现在的职业 然后我先去进修 那可能家人 听到这件事情 就会第一个 马上联想到 那糟糕 没有收入怎么办 那当时 你的家人支持你吗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 一个行动跟方式 来说服你的家人 同意你 暂停去进修 其实我大三大四 就有考研究所的想法 那我那个时候 也跟家里说 我想去考研究所 那家里跟我说我们没有钱 考什么研究所 研究所出来难道薪水会高一点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没有办法 那我之前大学的一些生 其实我从国中以后 很多生活费都是跟亲戚借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家里是完全没有收入 所以生活费 学费都是到处去请人 去 有点像接济 去财务上给我们支持 所以后来 我其实想继续念书 但是没有机会 后来我就出来工作了 可是工作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教育部的国教署 做人事人员 约聘职啊 那一年一聘这样 可是当时家里就希望我做公务员 他们觉得国家不会倒 那我做约聘就发现 我不适合做公务员 因为我不喜欢太乳听的事情 不喜欢太规律的事情 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后来在想 我不喜欢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就回想到刚刚说的 我想去海外看看 我想去外派 我想去不一样的生活这样 可是当时我的问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 然后我也不懂经贸 不懂商 因为我是历史CBA 后来我就发现经济部有个国际企业经营班 这个班就是国家专门培育外派人才的 就经济部开的 当时就是我需要住校两年 我住校两年 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的家人说 我要去读这个班 那读这个班的情况下 他们就反反对了 因为觉得你去读两年要50万 学费也不便宜 而且呢最后也没有学位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呢 所以一开始是很反对 那我就做了一些研究给他们看 我决策的逻辑是怎么样 就是我是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情况是 我就去跟他们分析 这个我学完投入了50万 可是我未来如果外派的话 大概两三年就有机会年薪百万 那其实这个投资报酬率非常高 就是我投进去50万 我大概两三年回本 然后我接下来的薪水都是维持的 赚的 那对我的人生是个好的 不然的话你如果就算高考当了公务员 那这样比起来在海外可能赚的就是两三倍 那对家里反而比较有帮助 那他们听完就觉得 也是蛮合理 那不过妈妈都喜欢问嘛 所以刚好我们有亲戚在台北世贸工作 就去询问一下说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他们就说 这个经济部开这个班 真的是培育很多高阶的主管 也很多的人才是从那里出来的 然后不过觉得 既然其他人说OK 那自己也觉得合理 就说好吧 反正你就去试试看好了 所以我想泽文的这个经验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自己做决定 因为现在所有的主导权 自主权都很想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能不能够是很理性 跟很逻辑性的去分析这件事情 让想要支持你 或是你想要获得支持的人 他能够听得懂 而且他也能够理解你的想法 而不是那种皮肤之勇 或者是耍脾气 或者是情绪性的决定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经验 对于我们生机盘 很多想要做决定的年轻朋友来说 是很值得参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跟泽文谈了这些 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待一会儿 听一首歌之后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高雄广播电台青春放映点 我是吕平 又到了礼拜六的下午时光 我们一起在空中来聊一聊 年轻人追求的梦想 今天要来跟我们聊天的青春大来宾 是职业实验的负责人 何泽文先生 欢迎泽文 大家好 我是泽文 我想从刚刚的上一段 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位 这个十分自律的人 不管是你做决定 你一定要有这种很逻辑的东西 或者是当你想要去 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让自己 维持在那样的一个方向里头 那又另外像 我还看到这个报道里头说 人家双十一都是买衣服 但是你是买书 买课本 然后也因为你自己有一些 生理上的状况 所以你吃一些药是有副作用的 但是你就怕这个副作用来影响你 所以你可能就暂停的 把这个药给停下来 可是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替代 让你的专注力更集中 就是用大量的运动跟冥想 来调整你整个的身心的一个状态 譬如说你每天都会跑三千到五千公尺 然后每天早上五点钟都要乘勇 像这种自律啊 规律的这种习惯 你是怎么养成 或是你是怎么要求自己的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变成是 三天捕鱼五天晒网 我就是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刚刚说到的是 我有过动症 就是小时候有HHD 那那个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比较严重 严重到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打工啊 上课啊 我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这是很明显的过动 不注意力不集中的那个症状 你还知道这样的状况 其实小时候学校老师就有跟姑姑说 哲文的状况还蛮严重 要去看医生 因为小时候是完全没办法坐住 会在教室里乱走 然后姑姑 没有以前的人比较 因为我姑姑年纪也比较大 她不懂这个 她觉得小朋友过动 就她不觉得那是精神的一些状况 她觉得怎么会叫我去看病 小朋友就过动啊 她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长大应该就会好 结果长大也没有好 那后来我大学去看医师啊 医师是跟我说就是开药给我吃 就是开那个利他能 那我试完以后就发现 是会比较 crumb down会比较镇定 但是会变得比较笨 思考会变得比较 比较影响 笨一点 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开始想 那我要想这个怎么解决 那其实过动症就是 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 就是有的时候精力会很耗胜 会有很多 感觉心里就有一股气 然后就是想要发泄啊 然后就很 那我觉得那就靠过运动嘛 透过运动 也去看一些大脑的数据了解一下 原来是 这个会有过动症的孩子 可能大脑的某一个部分的结构 是比较需要加强的 那冥想可以增加一些 不管是大脑的灰质啊 等等各种方式 就实际的去弄 那我觉得自律其实也需要一个 就是有明确的目标啦 到底希望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然后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同时有的话最好有一个coach 一个教练 像我们自己的话 刚刚有提到 我们有成勇的话 也是有一个成勇队啊 然后也是有伙伴 我们会有一个 我自己很喜欢一群人一起读书啊 一群人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社群 大家互相的鼓励激励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习惯的养成上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不管是mentor 还是coach 还是一群伙伴 那我觉得会走得更远 比如说有些人想要减肥 那我觉得减肥最好方式 你找个慢跑团 找个乘跑团加入 那跟你们的人成为朋友 你就有个伙伴支持的力量这样子 嗯嗯 对所以我想这个还蛮重要的 就是能够有找到相同 跟你有相同目标 或是相同想法的人 大家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支持性就出来了 所以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自己有一种习惯的养成 我觉得这是泽文他很特别的地方 特别是他也发现这个用药的这个关系 会让自己产生很多生理上的副作用 他就自己去搜寻了很多的知识 然后透过这些知识 把它化成实际实践的行动 那而且这样一直维持下来 就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这种状态 那我想重文现在整个的工作 也从这个科技公司就离职了嘛 是吗 我的职业经历是这样子的 我一开始在教育部国教署做人事理由 后来进修完经济部国系班 在华硕越南实习 后来进鸿海 我在鸿海大概做了三年快要四年 然后在鸿海进了一年以后 站课长带团队 后来进了一个新创公司叫战机科技 这是一群台大毕业生创的电动车的新创 在里面从零开始 在里面待了大概一年多 然后建设了很多的制度体系 我们那个团队从二十几人到六十几人 然后资本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到三亿这样子 那现在我自己创业 就是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年轻人 我们创作的GISM是 是希望很多年轻人可以 再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们透过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比如说mentor计划 我们一些业师 我们里面有很多业界的伙伴 那年轻人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 你可能的前辈职场前辈去问 那我们也透过一些读书会 工作坊 还有一些咨询 咨诃的模式 跟很多不同的单位合作 比如说跟企业多一些合作 那有些业可能提供一些 不管是实习啊 接案啊 外包的缺 让年轻人可以发挥 这个社群到现在已经大概有 一万七千多人 那我们 对参加过我们活动的 大概已经 四千五百多个人次 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对 你谈了这么多的是 你的工作质押的一个经验 那你对斜杠 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 你的斜杠的看法是什么 那年轻人要怎么样 正确看待斜杠 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我这个也懂一点 那个也懂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我接一个这个事情 然后再接另外一件事情 就叫斜杠了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吗 我觉得斜杠这个东西 要出于兴趣 因为很多年轻人 它是有点像收集拆头 那我觉得兴趣是什么 就是你有热情的东西 我觉得斜杠 它的本意是你的第二人生 比如说你 你白天有个证词 你证词这个东西 晚上的时候 你可能找一位工程师 晚上的时候 你喜欢戏剧 你去参加剧团 或者是你喜欢跑马拉松 你去做个业余的马拉松学手 它是基于你的兴趣 去发展你的第二人生 因为以前的 过去早些年的日子 可能就是工作下班 然后就只有工作跟家庭 那我觉得斜杠 它的真正的意涵 还是让我们开创人生其他的可能 但是很多人会误以为是 斜杠是要跟收入有正相关 我觉得斜杠不一定会让你增加收入 它是增加你人生的可能 然后让你有机会做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斜杠它必须基于兴趣跟热情 很多年轻人是想说 那我去煎个菜 我去多做一份事情 那个比较斜杠 那个只是你兼材比较多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在便利商店打工 或者是你在素食店打工 然后你平时下班的时候 你再去那个外送 帮忙那个外送平台去做 然后你可能又接其他的小的打工 那这个其实不叫斜杠 这就只是你是 接比较多工的打工仔而已 你只是兼材比较多 斜杠最核心的是 你要去探索去了解 你是喜欢什么样东西的人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然后怎么样发展你的多元的兴趣 然后我觉得做斜杠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要 对你要把你的本业顾好 那本业顾好是怎么样的 本业顾好就是 你公司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上班 已经在工作 你自己本职上 工作上的东西要先做好 那做好之后 你再去发展其他你的兴趣 跟你的第二任生 那甚至我会很建议 很多年轻人 在组织 你在公司里面发展斜斜杠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可能做行政的 你可能做人资 或者是你工程师 那其他的部门有什么问题 他们遇到什么状况 你可以主动去帮忙去学习 比如说你是做行政的 行销的部门 他们有什么案子 那你可以用你业余的时间 去帮忙其他的部门 那这样子可以帮助你 去了解不同的部门做什么 甚至你的技能也可以增长 所以斜杠可以有另外一个精神 就是你在你的公司里面斜杠 你主动的去帮忙其他的部门 或者是你公司如果比较小 你主动跟老板说 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 然后去把它承接下来 你就学了新的技能 比如说你原本你不会设计 公司更刚好需要排报设计 或者是文宣的 你接下来说我愿意做做看 那你也发展出你斜杠的技能 所以我觉得 总结来说就两点 第一点是要先铺好本业 然后要抓好你的兴趣 其实你在你的公司里也可以斜杠 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非常正确的概念 就是兴趣跟热情 其实是斜杠的第一要务 那当然你一定要记得 斜杠不一定要能够增加你的收入 但是一定能够增长你的技能 那重要的是你的本职学能 你自己的本业应该要先顾好 然后才有余力能够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刚刚我自己觉得最好的 就是刚则文提到第四个 其实刚刚不一定要到外面发展 你自己在你的本来的组织里头 你就有可能透过跟别人的互助 或是组成一个团队 加入那个组织 那个次组织里面之后 你就能够再去学到 学到一个新的一个技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我想他们未来要面对的时代 就是5G啦大数据啦 AI的浪潮等等 特别是在现在 像我们今天的录音 也是透过远距录音的方式 在这种后疫情时代里面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要怎么样装备自己 才能够成为一个 不被时代洪流击倒的新时代的青年 我觉得大家要认知到一个趋势 就是第一个像刚刚说的 人工智能会是个浪潮 加上现在疫情的关系 会加速数位转型 我举个例子 其实很多人会说 台湾这次把那个破口放进来 然后很生气人的 其实这不见得是坏事啊 我们有的时候 塞翁斯嘛 验之飞福嘛 至少这个疫情来 让我们很快的数位讲究 现在每个学校的老师 都知道怎么线上的授课 然后很多的公司也开始 把他的数位的系统都建置起来 那这就是一个趋势 趋势是什么呢 未来很多的工作会消失 为什么会消失 第一个我们讲的 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 那我要讲的就是 只要能够化成SOP的 很多这样的工作都会消失 因为不见得要人来做 因为未来很多的公司 他可能根本连办公司都不需要了 所以比较偏行政啊 宿物啊 那种比较机械性的 日常营运性质的 那可能都会未来 可能被其他的更智能的 不管是软体啊 程式啊 或者是成功智能取代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他需要的是 培养自己的不可取代性 不可取代性就是 假设很简单的 我们讲的很白 今天公司要裁员了 怎么样 你不会是被裁的那一个 就是你不可取代性比较高 那这个就回到我们一概来说的 你的专业的技能是什么 你对公司来说 是不是很关键的 key man key talent 关键的人才 那这个就很需要去思考了 那我觉得年轻人需要思考的就是 这是个自学的年代 你要不断的去装备自己 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 不然存有可能被世代给淘汰 另外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很多年轻人 也很多的伙伴 就是很期待说 可能要解封了 可能八月中就解封 但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 疫情是不可能会回去的 千万不要觉得说 大家打完疫苗 世界就太平 我们回到疫情前的生活 不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学历史就跟大家讲 世界上 历史上每一个大型的瘟疫 它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 转类点跟分界点 像黑死病 之后就不可能回到之前的 但人类的文明会演进 但是我们要一个思维是 不要说疫情结束了 我回到以前的生活 而是要想我们怎么在这个新常态中 学到你生存的方式 所以千万不要想说我可以回到过去 因为我们看嘛 现在美国英国 他们打完疫苗了解封了 结果确诊又上高 会有新的变种 那所以年轻人要 我觉得年轻伙伴要适应这个新常态 什么样的新常态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在家里工作 未来你的老板可能在美国 然后你就是在远端台湾巴夫 那你的竞争对手就不只是台湾了 如果这样远端工作的是趋势的话 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全世界 其实各地的跟你一样的 甚至可能有各种新的方式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紧张了 张周谋说过一句话 台积电的张周谋创办人说过 他说十年之后会有一半的工作 被员工智慧给取代 那很多人就很紧张了 我被取代怎么办 我会不会失业 可是这句话的反过来的意思是 在十年后有一半的工作 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有很多YouTuber 那个厉害的那种网红 KOL 他一个月薪水可能就是 比好几十万都有可能 那个流量变现的力量 可是你在想 我们民国 不要说十年前 十年前大家想得到YouTuber是一个职业吗 想不到吗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把一些搞笑影片放上去 所以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平台 新的工作 新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工作未来就要靠自己去创作 创造出来 你属于自己的工作 而不要傻傻傻去等 然后要想办法成为主导 主导自己人生的人 那你要先知道机运 对对对 我想从刚刚哲文的这个 他自己的历史的背景 或者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里头 真的提供我们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了这些事情 譬如说充实自己这件事情是 自古至今都没有办法被忽略的 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 那在疫情没有办法这个回到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一个新的一个世界的这个发展趋势的脉络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值得思考的一个事情 好 那我想呢 我们泽文呢 其实他经历这么多的职业生涯呢 他目前呢 是成立了一个职业实验室嘛 那也请泽文跟我们谈谈你 当时为什么会离开你所做的这一些 过去你的这个职业的生涯跟跑道 然后成立这个实验室 那这个实验室最主要 他在推广一些什么样的业务 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亲戳朋友做一个参考 职业实验室是大概2019年底就创办了 当时创办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 就是因为因为我有写很多专栏 然后有写很多文章 所以很多年轻人会来问我问题 早先的话如果他们问我问题 我都会回的蛮多的 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了 可能一周两三个 然后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很类似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才在二十七八岁 那我就发现其实我虽然经历过一段 但是我的格局跟眼见 还是没有说到其他前辈那么全面 跟那么深入 而且大家都来问我 主要是因为我会把我的mail 放在网路上 放在我专栏上 所以我发现其实他们是刚好 只能找到我 那我应该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渠道或平台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创了一个社团 我把一些我认识的资深的前辈 一起加进来 然后年轻朋友在这里就可以 找人问问题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固定的会办 一个月会办一次的活动 比较讲座类型的 那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 我只是做有趣的 想说刚好因为太多人来问我问题了 就是我觉得其实其他伙伴 也可以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子 然后变成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交流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借场地办活动 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说直接下来做 我就找一些可能学弟妹或者是一些同学 然后变成一个团队 他们去帮忙去做这些社群的东西 后来大概一年多以后 我就发现 这个成长到后来这个社群就破万人了 然后每个活动都是很踊跃 对啦很踊跃 有的时候也会有大概多的时候 甚至上百人的活动 都会有很多人参与这样子 我就想说 既然这么多年轻人有这么样的问题 然后加上越来越多的学校机关单位找我 那我之前还在上班嘛 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也不好意思一直跟公司请假跑去演讲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比起在公司 因为我是HR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跟人接触 可是我如果在一家公司的话 我顶多服务到我们公司内部 可能了不起60个 如果大公司可能几千个 但是如果在外面的话 我在外面去学校演讲 或者是跟一些职业中心去合作 我就发现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那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 我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 那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呢 我就认为我就发现说 好那这个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我就想把一些积蓄投进来 然后就投了大概一百多万吧 然后就是把这个原本的社群 变成一家公司 我们主要帮年轻人做一些很多啦 我们透过一些 测印来测评的方式 媒合一些职业咨询师 职业咨询师 我们也透过工作方 读书会 然后透过建立一个共学的小组 我们也邀请很多的一些 大人物啊 比如说各行各业的 拔尖的一些前辈 来跟我们对谈分享 然后回答年轻人的问题 那这个成效也很不错的 刚刚也分享到 我们到现在有大概四千五百个人次 参与过我们各类的活动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成绩也算蛮不错的啦 就是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一场活动下来 可能同时如果是线上的 甚至有的活动上千人报名参与 然后同时在线可以到五六百人 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主要课程都是用学程的方式 因为我们有注意到很多的线上课程 入播形式的 可能就是很多人买了之后 买新安就不会再看了 对 然后就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这样子 就是那个玩课率可能两三成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你花了钱好像买平安点光明灯一样 所以我们也有做很多的课 我们早先都是做线下的课 就是有教室尸体的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转为线上 那转为线上我们是用直播的方式 那它直播的方式我们还会有作业 所以我们每个会像学程 不是那种单点式的课程 对我们不是有 我们会像比较像Program 它可能是我们有那种专门教你怎么写作的 那可能就要个五六周 每一周直播一次你要写作业 然后还会有评比还会有证书 那如果有些是教你怎么学习做笔记的 那可能是两周的学程 你要上四门课 然后也是会给你作业 因为我就自己觉得学习这件事情 输出啦比输入重要 你要真的去把它应用 你要真的去把它写出来分享出来 那还真的是有刻画到你的内心 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固定也会办各种的读书会 读书会的话各种的 我们读商的也读人文的 因为我自己是人文的背景 我们希望让年轻人透过阅读可以学到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也会跟一些资亚咨询的服务 我们串接了很多资亚咨询师 然后呢透过一些专业的测评工具 然后让很多有问题的年轻人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那我们也跟很多的企业合作啦 像我们之前是跟微软合作 我们可能跟燦坤啊 或者是跟什么三井三溪啊 他们发一些案子出来 一些设计的一些文案的 然后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平台 年轻人他就有机会 他的作品被放到真的去 可能你在燦坤上看到那个广告文宣上用到 因为过去很多大公司 他们可能就是找那个agents 找一些广告代理商 那当然这样成本也比较高 我们就去谈说 有没有机会他变得一个像竞赛 年轻人来投稿征稿 然后最后真的选上了 他不是给他一个奖或奖金 而是他的作品真真实实的就放在业界 然后成为他持压的一个credit 那我们办了几场这样的活动 也有很多是大学生得奖 那我们也办过实习的program 各种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的定位叫做 年轻人梦想的孵化器啦 对我们之前开办过很多的班 比如说教你怎么成为讲师 教你怎么成为作家 或者是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鞋杠的 那我们透过很多赋能 我们叫impower的方式 然后我们又有平台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媒体的朋友 看怎么样他有什么想法 然后我们去帮他串接 像我自己的话 我们开的那个协作班 已经造就了至少六个作家 就是已经出版签出版合约的 那很多也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 我觉得主要成为一个桥梁 业界或者是学生的一些桥梁 我们也进很多学校 比如说台湾大学的领导学程 然后中央大学 然后我们也去过中山 中兴 然后世新 淡大 辅大 东吴等等 进去学校 我们进去学校也不只是单纯的演讲 我们带来是工作坊 工作坊就是 工作坊主要会是同学去产出啦 就是不是老师单纯的讲 那这个成效也蛮不错的 我们后续也跟很多不同的单位 比如说家福基金会 然后跟一些可能其他的NGO合作 看怎么样的去带来 因为我觉得学习的模式在这个时代会有新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读书会就跟一般的读书会差很多 很多读书会线上的读书会就是有个导读人讲 了不起线上分一分 那我们是用Gather Time Gather Time它是一个比较游戏化的方式 它是一个玩游戏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也导入很多新的所谓的新的科技新的应用 希望让学习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 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我们跟其他的教学的平台最不一样 是我们是一个社群 就是你有同学的你有同才的 你自己如果去其他的那种教学平台 你就买了课自己上 自己上真的很无聊 对那我们是有一群人 这群人我们是像我自己觉得是 大家一起成长才会进步 所以我们都会有那种小组的讨论 然后你会有一群伙伴跟你有一样的目标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特色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梦想的孵化器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 特别是也把泽文自己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种心得 就放在这样的一个实验室里面 特别是他刚刚也提到了 那有一群人可以共同有相同的目标 相同的想法 然后聚在一起彼此支持的那个力量 他把它放到这个实验室来 开这样的一个纵使式线上课 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做法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对年轻人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可选择性太多了 可是当可选择性太多 而没有一些引导或是让他有机会去试探的时候 反而会变得非常的茫然 所以我想学的是历史 那拥有的是历史的知识 跟对人文的关怀能力 那看清楚了这一项自己有别人没有的能力之后 泽文开始写作跟分享 也从撰写东南亚跟青年职场议题的文章 他目前也出了五本书 但累积也超过了50多篇的人物专访 那他累积了知名度之后 也获得了很多企业演讲跟课程的邀约 在刚刚我们跟泽文的分享当中 也听到了这个部分 那最近他成立的这个职业实验室 也开设了一些实体跟线上的课程 开拓出自己很多业外的收入 那这些收入对他来说 其实他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积极营营赚钱人 但是他很在乎的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 能不能够帮整个社会 帮年轻人带来一些正向的影响 我想这个就是泽文很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我今天特别邀请泽文到节目当中 来跟所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泽文 花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他自己的历程 还有他的想法 还有对您这样的鼓励 谢谢泽文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泽文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鼓励 建议或是批评 都可以上青春放一点的粉丝专页 或是在IG搜寻 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咯 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